字幕視頻 影片備有多種語言節目,Multilingual Subtitles Available 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刺威探險組》 今集我們同大家一齊搭凌晨機,從香港直飛東京的成田機場 旅行社都有說,最好處的旅程一定是早機去,晚機返 我們這次更加划算,一下班就直接衝進機場 實行連請假也少一天,今晚10點下班 我就立刻在公司抽著旅行行行,直接乘搭機場快線進機場 原來晚上的機場都很繁忙,不過過關的流程還是順暢 今晚我們還有些時間,我又沒吃飯 所以就直接進來The Pier育行堂貴賓室,享用這裡的設施 晚上的機場貴賓室看起來就沒有上次乘搭早機那麼繁忙 回了整天工,連涼都沒沖,所以首先就急不及待 借用這裡的淋浴設施 提提大家,其實這裡還有些過人備品是要在Counterman職員拿才有的 例如是拖鞋、鬚跑和噴髮膠等等 沖完涼都開始肚餓了,是時候試一下這裡的食物 晚上的貴賓室serve的就是晚餐 原來這裡還有雙拼燒美飯和中湯 外觀上食物都挺對版 我的食後感是叉燒非常軟熟,而且好好味 而燒肉是很脆皮的,非常有高級酒樓的水準 所以來這裡記住要試一下 我另外都有喝了這裡的中湯,是一個老黃瓜湯 味道都不會很鹹,很清潤,不油膩的 喝完有一種潤喉舒服的感覺 叉燒包都是熱辣辣,你可以看到餡料都不算少 當然如果繼續堅持要試到這裡的黃牌淡淡麵 晚上的貴賓室還是有得吃的 不喜歡吃中式食物的朋友,當然這裡仍然有西式的選擇 例如這些卷餅、Pizza和香草包,還有沙律等等 不過老實說,我就會覺得中式食品比西式的出色很多 安頓好之後,等下等下就會到達了相機的時間 今次我們都是坐商務客位 班次就是CX524從香港直飛東京的成田機場 你可以看到今次的座位都是以真J級的魚骨型商務客位排列 所以私隱度就會比regional business 高些 一坐下,服務員很快就派餐牌、熱毛巾和飲品給我們 凌晨機就會有個好處,你可以看到這一程機的餐飲 就是所謂的晚餐,雖然現在是凌晨1點半 所以食物就會比較豐富一些 而且這一程機的中菜,餐牌還特別列明 是跟中環的Dodelli會館的特別合作菜式 所以我一看就說要選吃這個餐 順帶介紹一下這一杯就是國泰的特飲Café Delight 味道酸酸甜甜,還有少少清新的薄荷味都挺有趣的 可能因為凌晨機不想阻礙大家睡覺 所以食物都很有效率地很快就已經送上 這個就是中式的主菜,蘿蔔紅燒肉和白菜苗,上海菜飯 食物賣相都不錯,你可以看到紅燒肉的外觀都挺對版 菜飯都不會很大碗,蘿蔔切得很薄,味道很入味 紅燒肉都挺軟熟 我們也有選擇另外一個主菜,香煎比木魚配檸檬歐芹,牛油汁 食物的外觀就是這樣,而魚肉的肉汁都挺軟熟 晚餐當然也配了麵包,可選的蒜蓉包都挺好吃 晚餐另外也有水果和蛋糕,這個蛋糕很鬆軟很fluffy 食飽了就是時候爭取時間睡一覺了,飛機6點過小小就已經到達成田機場 我會覺得在飛機裡面過一晚,以商務客位的乘搭體驗來說 國泰都算是做得挺舒服的,當然在飛機裡面睡 就一定不會好像在酒店那麼清淨,雖然睡得一般 但我就會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高分的乘搭體驗 今集就講到這裡,下一集見! 本影片並非廣告,傳屬個人視頻分享! 多謝你看完我們的影片,希望你會喜歡! 喜歡的話請給個like支持下,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可以按下鐘仔搶先看!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soon! Ciao!